最新的比赛正在直播的2024年武汉公开赛 由丁九辉对战罗比麦奎根 双方对战的第六局 丁九辉呢3比2 暂时领先一局 值得一说的是丁九辉在0比2落后的情况下 直接反手打了一个三连胜啊 反超了比分 本职当中丁九辉呢 现在已经打了一个47分啊 领先了47分 台面的球形的难度并不大 想要一杆直胜的话 对丁九辉回来说基本问题不大啊 红球的右下底带还是一杆准度纠错 横台一扩 再来利用篮球的左侧中带向下角度来调整一杆 但是这杆篮球的话角度非常大呀 实在不行来利用低分值踩球来调整 中底竿避开球堆 转角出来 现在是六颗红球75分 丁九辉会领先了58分 顶带是需要来准一杆 直接来打防守了吧 左侧一个薄边 果断来防了一个 打得非常稳啊 一个左侧一个左侧薄边把中间的三颗红球直接拆开了 麦克根打的也是非常的有思路啊 这杆的话给麦克根露了一杆右下底带的长台进攻机会 但是也不白给啊 需要来准一个 这是选择靠近右侧的那颗红球啊 非常的准啊 打进之后现在篮球的左侧中 但是这杆留了一杆微微向上的角度啊 推杆稳稳推进 推杆稳稳推进 有了呀 这么准的吗 打进之后再来利用低分值的彩球来调整一杆 没能K到红球啊 差了一点点 这杆没能K到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来衔接了 优先来防一杆吗 现在台面是59 定着会领先了47 剩余的几颗红球全部都是难点啊 先摘出来了一颗 直接一库来勾最底部的这颗红球了 没能勾到啊 这一颗 没能勾到直接被罚了四分 选择继续来复位 继续来复位 打最右侧的这一颗吧 来一杆狮子回球 还是 还是库边来勾吗 选择右侧库边来勾啊 没有问题 虽然说是勾到了 但是 如果想要进攻的话 难度也是比较大 强行来切 打得这么凶吗 打进之后 现在粉球的左侧中再来衔接一杆 贴口球打得也是非常的准 还是一个向下的角度横抬滑下来 粉球的右侧中 还是有南点球啊 这两颗看一下南点球的处理 这么准的吗 高杆一库弹起 再走一点 这干走的有点少了呀 再多走一点点就能叫上位了 玄奸来了呀 现在 但这干的话 貌似直接给丁俊辉露了右侧的中带吧 没能挡到啊 这干中带直接漏了 打进红球之后 还是需要吃掉一颗高分之彩球 才能完成超分 还是有角度的 有点难呀 来看一下准度 有了呀 打进之后 吃掉粉球的话是超分 那恭喜丁俊辉露成功的完成了超分 盘面27的领先29 超了两分 需要一杆斯诺克 超两分情况下肯定不够迈奎跟莱恩说 需要再来扩大一下超分的优势 超 扩大优势的黄球没能打进呀 那对手可肯定不会选择认输啊 那这干的话 有一点 有一点可以挡的吧 可以给一点扎干 勾走了 而且白球呢 也是紧贴底裤 比较影响出干 还是想往绿球后方藏啊 但是这个没能藏到的话 不过运气还不错啊 力量控的刚刚好 白球也 黄球也是 也是没露球啊 先手防了一杆 顶一下绿球 没能顶到绿球啊 顶到绿球的话就能藏在 咖啡跟黑球的后方了 又没能坐上斯诺克呀 直接一手两边分 这干的话 真的是坐上了呀 缝隙中好像还是可以看得透啊 没能完全坐上 这个真是利用绿球挡得死死的 但是减球难弄的并不大 还是要保证不露球啊 直接来抡了一个 有了呀 空心入带 非常的准 打进之后 台面是25 领先了31 超了6分 需要两杆 斯诺克现在是 反切一杆 还是切的厚啊 没能切近 超6分 对手也没选择认输啊 我这个还是彻底做上了 顶库 顶库直接加一个右塞啊 或者左侧裤边加上方顶库两库来勾 中带偏上一点 选择中 选择中 选择中带偏下一库来勾啊 没有选择两库 又是一杆 又是一库来勾啊 成功勾到 还是打一个薄便啊 白球留在上方低分区 但是这一杆 减球难度并不大 哦 差一点运气啊 差点运进 实在一说的是 麦奎根也是马开伦的技子啊 所以说 感觉自己对防守 非常的有信心 当然这根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小薄便啊 还是一个翻带的防守 看一下这一杆有没有啊 哦 这一杆力度轻了一点啊 力度再大一点的话 就能翻进了 不过也没关系 现在完成超分了 就是帮对手养到带口 连养了两杆啊 篮球做一杆的话也还不够啊 需要来做两杆 但是三颗彩球做斯诺克的难度非常大呀 这杆直接给丁就会露了一个所下敌带的 长台进攻机会 来看一下这杆长台准度 哦 没能打进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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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